就业对一个国家 对一个家庭 可以说都是天大的事 去年在疫情撕裂的时候 当时很多街面上都见不到行人了 多数店铺都关了 当时我们最担心的 就是出现大规模的实验 记得后来 我到地方视察考察工作 看了不少店铺 在一个小店 店主跟我说 三个月没有营业了 因为政府减免税费 支持减免租金水电费 文港 补贴资金到位 没有财员 挺过来 我问他 员工的工资怎么办 他说当时只发生活费了 在场的二十多位员工 都同声说 店里管吃管住 不让我们下岗 还有什么说的 企业和员工都明白 只要保住了企业 稳住了岗位 一复工复事 生意就会忘起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